爱死鸡第三季第一集 退场策略 千年之后 人类已经灭绝 机器人成为了新的主宰 为了了解人类在消失前的生存状态 三个机器人来到了一处人类曾经生活过的营地 刚下飞船 高个子机器人看着前方的空地 不免有些担心 万一这里还有地雷怎么办 机器人小黄吐槽高个子太谨慎了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地雷肯定早就报废了 结果 话音刚落 一只小鸟就不慎触发地雷 被炸成了碎片 小黄一脸窘向 为掩饰尴尬 他不断催促高个子 赶紧进到基地去研究 在三角机器人的带领下 三个机器人走进了营地 只见这里到处堆满了武器 三角机器人解释道 根据他的研究 人类曾认为 只要借助猎杀动物 囤积好充足的粮食 就能度过危机 这时 小黄发现了一个满是木刺的深坑 里面还有多具白骨 三角机器人补充道 由于资源十分有限 人类之间开始抢夺食物 手中的武器反倒成了加速人类灭亡的助推器 高个子提出疑问 难道所有人类都是通过武力和争端 度过了文明的最后时刻 显然不是 小黄告诉他 只有那些没有经济优势或是社会优势的穷人 才会用这样最低劣的手段 有钱有势的人会用更为高级的生存策略 一边说着 三人来到了一处海上平台 毫无生存经验的富人 妄图用钱来解决一切 他们利用AI技术创造了一批机器人为自己服务 然而 随着技术愈发成熟 这批机器人开始衍生出了情感意识 他们不再乖乖听命于人类 而是学会了反抗 人类统治被推翻 小黄恍然大悟 机器人的革命原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最后 三个机器人又来到了一处地堡 想有政治特权的各国首脑就曾在此避难 地堡内储备有丰富的食物无坚不摧 三个机器人满怀期待 要知道 这可是人类文明最后的据点 说不定还会有幸存者呢 不过 当他们进入地堡内部后 映入眼帘的只有挨挨的白骨 通过查阅资料 三个机器人得知 原来 这里曾遭到一种真菌侵蚀 所有粮食均被破坏 没有了粮食的供给 这群衣冠禽兽 竟然想出了一个惨绝人寰的办法 那就是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 选出一人 成为大家的食物 就这样 倒霉的粮食部长 率先当选为大家的盘冲餐 小黄再度发出灵魂拷问 难道真的就没有人类幸存吗 带着疑问 三个机器人又来到了一处航天发射基地 原来 真正活在金字塔间的那些人类 发现地球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后 开启了火星移民计划 他们花重金打造了宇宙飞船 并将剩余的人类用烈火烧死 毕竟 这群贪婪又自私的家伙 不可能将生存的机会留给穷人 其实 火星移民计划的资金 完全够人类重新修缮地球 可是为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却要牺牲大部分人类的生存机会 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突然 小黄兴奋地表示 通过查看记录 真的有一艘宇宙飞船成功升空 再者幸存的人类登上了火星 画面一转 一名宇航员正在火星上悠闲地喝着纪尾酒 不过 随着镜头缓缓拉近 面罩打开 竟然是一只猫咪 果然 没有人类能逃过末日 爱死鸡 第三季 第二季 差近旅行 风雨不断的海面上 一艘渔船正在艰难前行 更恐怖的是 一只体型硕大的海蟹 正张着血盆大口 爬到了船上 它张牙舞爪挥动着坚硬无比的大钱 瞬间就干掉了数名船员 剩下的船员赶紧拿出武器 殊死反抗 但都无济于事 一顿饱餐过后 海蟹前驻一个男人 直接钻进船舱 准备继续享用 众人先有余计 不知道海蟹是否还会继续伤人 为了打探情况 众人采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人选 倒霉的大块头抽中了最短的签字 可他并不打算遵守规则 而是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在他的逼迫下 劳伦来到了船舱 其他人都很同情劳伦 但都惧怕大块头的威严 只能当起了他的帮凶 见劳伦进入到船舱内后 大块头还将大门锁死 显然是要置劳伦于死地 劳伦小心翼翼的来到船舱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海蟹并没有将它吃掉 而是控制着刚刚被抓下去的 那名船员与之对话 他让劳伦带自己去灰腾岛 因为那里有许多新鲜的人肉 劳伦也随即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只要让他成为首领 那他就能将其带往灰腾岛 就这样双方达成协议 海蟹吐出一堆还没消化的腐肉 劳伦强忍恶臭 从中翻出了一把钥匙 接着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黯然无恙地回到了甲板 劳伦一句话也没有 直接冲进了船长室 他拿出钥匙 打开了一个木盒 并火速拿走了里面的手枪 眼看大块头已经带人追了过来 劳伦果断把枪威胁 靠着这把枪他当之五愧地成了首领 劳伦告诉大家 刚刚在下面 他和海蟹达成共识 只要按时给他投喂活人 那海蟹就会乖乖地待在船舱绝不捣乱 就这样 大块头被第一个丢了下去 听着下面惨叫不断 所有人都不敢再惹劳伦 接下来 劳伦召集众人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他告诉大家 海蟹要求去往灰腾岛吃新鲜人肉 可是如果这么做 势必会有很多无辜的人类被他吃掉 劳伦提议 可以骗一下海蟹 然后把他丢到一座没人的荒岛 不过几名船员提出了异议 他们惧怕海蟹 怕事情败露后 死无葬身之地 觉得应该按照海蟹的要求 把他送到灰腾岛为好 劳伦决定 采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 来决出最终结果 然而 最后的结果 却大大出乎劳伦的意料 他若有所思 决定下一盘很大的棋 劳伦走到众人中间 然后宣布投票结果 只有两人同意去往灰腾岛 其他人选择站在他这边 劳伦没有犹豫 果断开枪射杀了两个意见不合的船员 这两个家伙 也成了海蟹下一顿的美餐 吃饱喝足的海蟹 竟然还生下了一窝小海蟹 事情似乎正朝着 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不仅如此 劳伦还注意到 其他船员看向自己的眼神 也不再单纯 似乎充满了杀气 更有一名船员手持利刃 企图爬上亮望台 暗杀劳伦 深夜 船员们手持木棍 悄悄潜进了劳伦的卧室 不由分说地 对着床上的劳伦 一顿猛揍 好在劳伦多留了个心眼 用枕头假扮自己 蒙骗了所有人 气愤的劳伦果断开枪 将在场偷袭他的船员逐个击毙 就在劳伦以为 反叛者全部被处死后 一旁的木箱传来响动 打开一看 竟然还有一名船员 不过 他并没有参与刚刚的暗杀行动 劳伦命令那名船员 帮忙将反叛者的尸体 全部扔下船舱 逃卫海蟹和他的幼崽 就在这名船员 以为自己取得了劳伦的信任 可以幸免于难时 目光坚定的劳伦 毫不犹豫地将其推下船舱 因为他不愿再相信船上的任何一个人 他只相信自己 原来 那天投票的真实结果是 除了劳伦以外 其他人都同意去往灰藤岛 也是从那时开始 劳伦发现了这群家伙的真面目 自私 冷酷 又无情 为了活命 也为了不让海蟹伤及无辜 劳伦决定将其救济 公布了假的投票结果 将这群自私自利的家伙 不动声色地逐一除掉 此时 船上只剩下了劳伦一人 眼看灰藤岛越来越近 劳伦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他关闭了船上的动力装置 然后敲碎油桶 打掉煤油灯 直接引燃了船舱 一时间 火光冲天 火势迅速蔓延 瞬间吞噬了整艘捕鱼船 海蟹被卡在船舱内 直接被大火烤熟 劳伦拼命冲出船舱 赶在爆炸之前跳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救生船 目送着海蟹和木船一起沉入大海 所有的罪恶也在顷刻间灰飞烟灭 真正的勇士和正义者成了最后的幸存者 S机第三季第三季机器的脉动 宇航员马莎正和队友伯顿开着探测车 在一个名叫木卫一的星球巡逻 后座的伯顿有些担心 因为探测车太靠近环形山 已经出现了高温预警 可马莎还想再拍几张照片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流化物突然从地底喷射了出来 大地裂开 岩浆直接将探测车抛到半空 坐在后排没系安全带的伯顿 在车内不停翻滚 随着一声巨响 探测车狠狠摔落在地 马莎陷入昏迷 不知过了多久 马莎终于苏醒 一旁的探测车已被摔得粉碎 当找到队友伯顿时 马莎发现对方身负重伤 脸色发紫 早已死去多时 马莎本想联系基地请求支援 可是通讯设备也被摔毁 而根据数据显示 最近的救助站也有41公里 或不单行 马莎的宇航服发出警报 提醒她 氧气设备出现漏洞 氧气即将供应不足 好在经过查看 队友伯顿的氧气瓶完毫无损 求生欲满满的马莎 换上了伯顿的氧气瓶 准备徒步前往救助站 不忍抛下队友的她 用黄土遮盖住伯顿 伤痕累累的脸部 然后找了一块木板 拖着伯顿的尸体 慢慢走向远处 为了让自己支撑着走下去 马莎准备为自己注射一支兴奋剂 这时系统发出提醒 如果使用过度 会出现幻觉 此时的马莎已经顾不上这些 她毫不犹豫地 为自己注射了兴奋剂 如果回不去 她宁愿让自己兴奋致死 就这样 大约走了十公里后 幻觉真的出现了 马莎似乎听到了伯顿 在说话的声音 低头一看 才发现队友真的已经死了 越往前走 身边的一切愈发变得光怪陆离 两边的石头上开始出现人脸 到了晚上 这些巨石又幻化出人形 随风舞动 突然 前方出现一块巨石挡住了马莎的去路 仔细一看 那竟是伯顿的样子 只见巨石慢慢睁眼 然后站起身走向远处 马莎本想跟上前去 但大脑最后一丝清醒提醒着她 这些不过都是幻觉而已 马莎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数据显示 现在距离救助站还有14公里 马莎无视系统提示 再度为自己打了一针兴奋剂 在幻觉的作用下 马莎的耳畔开始传来队友的声音 这个声音不断重复着 木卫衣内核成分是铁和硫化铁 这里的火山会释放二氧化硫 星球的金属内核还会产生磁场 这听起来像是什么东西呢 马莎猛地反应过来 这不就像是一台机器吗 她赶紧打开头盔的电磁波模式 眼前出现了一幅美轮美奂的画面 所有能量粒子 形成了一束束光彩夺目的亮光 最后汇入了伯顿的身体 以此来和马莎进行对话 难怪刚刚马莎会听到队友的声音 也就是说木卫衣具有自我意识 所谓的机器脉动 指的就是眼前的景象 所以这一切并不是马莎的幻觉 而是这颗机器星球在和马莎交流 在木卫衣的引导下 马莎来到了一处悬崖边 与此同时 她的氧气也即将消耗殆尽 木卫衣的声音再度传来 从这儿跳下去吧 尽管肉体会毁灭 但思想意识会和星球融为一体 马莎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个机器那你的功能又是什么 木卫衣回答道了解你 马莎没有迟疑闭上双眼跳了下去 逐渐溶解在烟波浩渺深邃无垠的宇宙 直至化为点点星光 肉体终将消散 但意识可以永生 爱死机第三季第四季 迷你亡灵夜 一辆红色小汽车来到了荒郊野岭的墓地 车上下来一对乳郊四七的小情侣 为寻求刺激 两人直接在墓地打起了野战 完事后 男人对着耶稣向敬礼 没成想 耶稣也不忍之事 圣像直接哄他 下一秒 一道绿色的闪电击中十字架 随着绿色火光冉冉生气 无数亡灵从地底下爬了出来 他们疯狂地撕咬着小情侣 很快 僵尸团队又新增两名成员 第二天清晨 一切看起来并无异样 殊不知 一股可怕的力量正在席卷而来 一对晨跑爱好者来到山顶跑步 突然一旁的山林里冲出几名僵尸 两人先后遭到袭击 僵尸队伍逐渐壮大 他们开始攻击城市 锁刀之处五人幸免 医院本想救治患者 谁知僵尸实在厉害 没多久 整座医院直接沦陷 成千上百的僵尸进入住宅小区 人们想要逃亡 可是现在街上满是肆虐的僵尸病毒 大家已经退无可退 城市陷入瘫痪 失控的列车冲出铁柜 僵尸倾泻而出 疯狂的僵尸 很快便在全球蔓延开来 不论是少林寺的高僧 还是武装特警 全都无法抵挡疯疯狂的僵尸群体 幸存的人类动用了一切办法 大火猛烧炸弹袭击 但都无法阻止僵尸的变异 随处乱窜的僵尸 还袭击了人类的核电站 部分僵尸遭到核辐射侵袭 成了绿巨人 这帮二代僵尸 不仅身形巨大 攻击性也变得更强 他们所到之处 全部被夷为废墟 事态逐渐变得不可控 白宫首脑开始坐立南安 无奈之下 只能动用核武器 选择和地球同归与尽 数万枚导弹腾空而起 冲上云霄 在地球上方画出美丽的抛物线 所有人都在哀悼 世界末日的来临 可是放眼整个宇宙 地球不过是沧海一宿 摧毁地球这种小事 根本不值得一提